有一部电影上映名字叫一念天堂 很多人买票进电影院呢 冲着的是这部电影的主演叫神马组合 你是不是看着呢 什么叫神马组合呢 主演就是来自开心猫花的沈腾和玛丽 一个姓沈一个姓马 神马组合 咱们光听说唱歌里有组合 像《凤凰传奇》啊 什么《雨泉》组合啊 没听说演电影的也有这种组合 那么这个神马组合 是怎么样打开自己的这个电影之图呢 这得说去年夏天上映了一部低成本的喜剧片 名字叫夏洛特凡导 也是他们俩主演的 很多观众朋友可能都买了票进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 先回去吧 我去完门喝完 咱家也有酒啊 走 我不想喝皇家里泡 夏洛 在邱雅结个魂 你看这又唱又跳穿那个鸡毛蛋 你瞪的什么呀 这个电影一开始上映的时候不被人看好 他和徐峥导演那个港九撞到一块了 很多人都觉得呀 你得被港九挤够呛 因为这一看呢 沈腾马力 是 开心毛花 很出名 这个春晚他们演的小品呢 也很出名 可是这两个人在电影圈里呢 毕竟还是菜鸟 而他们的编剧和导演呢 也都是以前导话剧导小品 在电影圈也是菜鸟 所以这片子一开始啊 不被人看好 但没想到上映之后呢 这票房翻跟头往上走 口碑相当好 所以这一下子 他的票房充得了多少 14 于是沈腾马力这会体系组合 一下叫响了 叫成沈马组合了 那么这个一念天堂呢 在这个2016年元旦前后上映啊 很多人说你看沈腾马力又出手了 按照夏洛的烦恼呢 这两个人组合必输家庭去看去 可是进到电影院以后 大家很失望 就这个片子看完之后呢 很多人想进到里头呢 快活一点 高兴一点 乐呵乐呵 没想到没达到目的 而且看完之后 还觉得这片子看得挺别扭 编剧啊 导演的各个方面啊 都很难称得上是一部家座 最后票房呢 八千多万就拉倒 在当前电影票房大爆发的时代 这个票房水平啊 说白了有点灰溜溜的 现在这群是这个方便第一 因为我也是一样忐忑 跑每个城市的影院 第一家影院都比较忐忑 怕大家伙说什么 但是真正的观众看完了之后 其实还是好评更多 只是有个别人觉得有点看不懂 就为什么这么短短的 就几个月的时间 这十八组合怎么就不灵了呢 那我们先来看看 一念天堂和夏洛特烦恼之间 这个剧情上有什么样的差别 在夏洛特烦恼下落 岁数一大半 却一事无成 在初年的婚礼上酒醉后 竟然穿越回高中时代 因为有知晓未来的能力 他当上了歌星 追上了班花 成了人生大赢家 这个时候 他才发现自己最怀念的 却是曾经的糟糠之期 好歹 酒醒以后 一切都只是唐梦 他从失而复辙中 而在一念天堂中 沈腾扮演的是一个生化癌症 却热爱表演的游侠沈默 他用演技来欺骗骗子 您好 这里是银行信物卡中心 我的骗子的反对战局 整部电影中 出现了形情色色的骗局 而他的搭档 意外地爱上了黑帮大哥的情人 并招来了日本第一杀手的追杀 他亲密的女孩马小丽 也不幸牵扯其中 如何承治骗子 如何打败杀手 如何救出搭档和马小丽 他开始了新的计划 下落的烦恼的故事情节相对简单 却给沈腾相当大的发挥余地 而一念天堂 你看着故事错综复杂 反而沈腾发挥的余地不大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什么事都架不住分析 您听我往下分析啊 在这个电影界里头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就说主角 第一主角占多少戏份 一般来说是一半多一点 就是二分之一到五分之三之间 就这样 天堂的场次有他的戏 如果一个主角把戏超过五分之三 往往这个戏就很难看 可是夏洛他烦恼呢 没有按这个规律来 这里头夏洛的戏 也就是正因为这样看似不合理的设置呢 给了沈腾很大的发挥余地 因为沈腾呢 演戏的特点呢 他并不是像我们熟悉那些演小品的 你比方我们说小沈阳 像这样演小品的 这个小品里头呢 那是他可能这一嗓子 模仿刀狼模仿谁 一下子就能把大家打中 他说个笑话 你很快就乐 沈腾是慢热小的 他必须得在做到人物的基础上 一点点累加 才能把他的演技看出来 因为沈腾本人 在开心猫花团队里 都不算是有绝活的 你说沈腾你玩过绝活吗 你见到过吗 没有 他基本就是靠自己对人物的理解 一点点累起来 所以我们看春晚上的小品 都这特点 你比方说那个 什么今天的幸福啊 浩金啊 你要是真舍不得走 那等我前夫走了 完了你再回来 行不行 我才回得来吗 不如今天说话在这顶分上呢 你就顶分来的呀 谁 完了完了完了 这下得现实了 好歉你快点躲起来 我问心不愧的好歉 为什么要躲起来 当初我俩就是因为误会离的 我求求你快点躲起来 我深正不得有那邪 包括服不服啊 这大家很熟悉春晚上沈腾的小品 啥也没看着 白马呀 你赢了 大马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家里的情况啊 小偷到我家都是含着眼泪走的 你明白我意思吗 咱们娘俩呢 一起分享几则预言小故事 太磨叽了 要服你就服 不服你就走 你给好人蹬个地儿 他演这个叫好剑这个人物 他也是通过很多事 穿成串的累加起来 最后做造出这么一个 有点见了吧唧的人物 社会青年 好剑 那么夏洛特烦恼里边呢 他的戏份如此之多 恰恰给沈腾一个海阔平衡乐 天高热鸟飞的空间 但有人说他在《一念天堂》里头演的个什么 也是从头到尾也有他 那怎么就达不到那个效果呢 这可大不一样 夏洛特烦恼里边 夏洛 是不仅每场戏都有的 每场戏 他都是所有矛盾的焦点所在 然后到穿越过程当中 又跟老师干仗啊 又后来唱人家 这个周杰伦的歌等等等等 所以沫在《一念天堂》里这个位置 就不是核心 你看着这个故事错综腐杂 一会儿又这一会儿又那 一会儿又是电话闹电了 一会儿又黑人会老大杀人了 一会儿又预备 这个杀手去了 错综腐杂 我就是奔地杀手 但是这些线 沈腾演的角色什么 起到什么作用 他把这些线穿起来 没有他这些线都不成立 得靠他穿 所以他其实是个什么角色呢 我一说一点你就明白 好比咱们大晚会的主持人 你说主持人出场多不多 每个节目先接都是他 可是看完晚会 你能记住主持人多少呢 所以主持人看着戏份多 你不一定能记住他 所以这种情况 是很难发挥沈腾的演技 也就是沈腾这样演员 需要很多的戏份累加 需要大的空间 你像沈腾以前不是没演过电影 但是也没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影响 就在于你给他的空间不够 你像那个黄渤和徐征 那个新华路放 那个电影里头 沈腾演一个酒吧的老板 一个好色的酒吧老板 说白了演的是不错 他一出来大伙都乐 演的挺好 可是那个戏份那么点 你找一个长相猥琐的人来演 都差不哪去 就沈腾的演技无从发挥 而沈腾是不甘心这样走的 沈腾是个什么人 是个有野心的演员 你看沈腾 我们以前可以把它定为喜剧明星 中国现在有很多喜剧明星 一看电影市场好 想带着自己的粉丝 这个优势杀进电影圈 或者扬名 或者转型 或者就位挣钱 但是没有几个能像沈腾这样 现在获得这样成见 就是沈腾一开始 他就不是按照一个小品演员的标准 来要求自己 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你最典型的 他在欢乐喜剧人舞台上有那么一个小品 叫热带惊雷 实际是反战题材的 就在越战当中 民兵和美国大兵的冲突 包括法国的战地记者参与其中 但是你看场景的设置 踩地雷 周围的树 自然环境 包括背景大屏幕上做的这种炸弹的效果 相当逼真 那是按照电影的场景来做的 有大片的份 而且演到最后 反战的感觉上了之后 大伙可能记得那个惊天动地的两句话 Go home No home Go home Go home No home 我含着泪 在这笑 我笑的过程当中边笑边哭 就是这一块把沈腾的野心暴露了 就他在这个舞台上 我不仅仅是个小品演员 我不仅仅要逗你乐 我还要塑造深层次的人物 一个更宏大的主题 所以其实你看那热带惊雷的小品 他其实就是个电影 就是电影当中的一幕 所以他是一直按照这个标准去要求自己 这使我们认识到沈腾 绝不仅仅是一个喜剧明星 他是经常想演一些 有深度的人物 有层次的人物 那么正是带着这样的要求 他一步步走到电影圈 下落这个角色 现在遭受一点挫折 我估计接下来 沈腾只要在选本子上 在精雕戏科 他有塑造好一个不起眼 小人物这样的能力 他能够把小人物演成一个